将近150名志工聚集 巷子太窄得分批进行 这一天要来帮忙清理火场 被烧得焦黑的三楼半透天措 全是灰烬 紧闭的衣柜经历大火 衣物全数损毁 志工一一拆除运出 但这个家处处都是回忆 珍费我去把它留着好了 珍贵的家族罩得留下 陈姓屋主一家三代 在这房子度过三十多年岁月 十月二十号却因电线走火 带走了女儿宝贵性命 慈继志工一路陪在家人身边 更协助清理火场 第一步先清理这个铁窗 第二步的话我们就做 整个那个罩棉跟通风 这个部分 亲自这位做完以后 就定今天十六号 来帮他清理家园 在众多志工里面 尽自以为薄的力量这样子 大家反正大家一起 很快就可以帮助这个寿室 可以赶快复原 志工分成两个梯次 轮流进入屋内 加快清理的速度 因此只花了大半天 就把屋里全清空 让屋主一家人 踏出生活重建的第一步 我有大家的关心帮忙 我们一定要让小女儿安心 我们要重新的坚强的站起来 志工一双双付出的手 给了屋主一家最坚强的依靠 未来的路志工也将会实时陪伴 大家下期再见